一人孙鹏,迪鹰独子孙安佐,16日凌晨现身信义区夜店,一度还想把携带的瓦斯火枪拿来实测,好在被有人制止才作罢,对于儿子孙安佐在报荒唐行径,母亲迪鹰仅表示,了解,随他,平安就好,短短八字似乎道尽心中无奈,不过孙安佐则在社群,除了发出到网页会参拜的照片,更晒出影片写,Yes, Mother, I am strong enough, 疑似跟迪鹰喊话,希望他不用为自己担心 没有要跟人家合拍就对了 可以让民众拍照,但不是要让记者拍 对,他今天是休息的,所以没有要回答任何工作 我们安佐最近在研发新的火枪,那我们今天也是也是工作整天去拍片,实测这个火枪,对,然后之后还会研发好,然后我们影片也会马上做出来,然后之后会上片,对,大家可以等待他在YouTube上更新他的,这个我们火枪实测影片,那反正安佐就是最近在研发这个火枪,然后他最近也做比较多冷凭性的东西,就大概这样,火枪的部分大概这样,嗯,你不要,你不要回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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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这个是,这个不用回答,这个是,这个是,这个不用回答 迪英与孙鹏的24岁独子孙安佐,接连在美国泰国出状况,遭当地警方逮捕,让外界讨论起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68岁旅美大学教授,翁达瑞,5日在脸书以标题,给孙安佐的一封公开信发文,分享活到68岁才领悟的四个道理 第一,我们都没有选择原生家庭的机会,更不可能改变原生家庭,而人生家庭的影响会跟着我们一辈子 第二,我们也不能选择父母,第三,自己的父母,我们看缺点,别人的父母,我们看优点 第四,不要责怪父母,翁达瑞提醒孙安佐,你已经24岁,可以决定自己的日子 如果你不满意父母为你安排的人生,你可以重新选择,然后为自己选择的人生负责 他提到两代关系,本来就是家庭难题,无论亲子关系好坏,建议每个人都要期许自己 幸福要由我传承,不幸也要由我终止 而孙安佐,7日截取翁达瑞文章的部分内容,简单写下fine,为再多做回应,历经风波,和舆论压力的孙安佐 照常到健身房重训,整体看起来没有异状 请问我不是一直在po我相关的东西吗,你以为我没有在赚钱吗 拜托不要当傻子 我家里本来就给我钱啊,怎么了 就我的机会嘛,但我也会靠我自己赚钱啊 同时一起拿不一起拿 我之后会出一些很猛的东西,可以期待一下 其实我已经有po一个了,考虑了 最后再详细介绍一下,欢迎大家踊跃 然后我之后就会出一本书 不要啦,我在泰国合法本来就可以抽爆了 希望怎么样 他们 OK 那我现在的台湾又乖乖的啊 哪个国家 就做哪条国家的法律 每个国家法律不一样 民情不一样 放浮水的事情是真的吗 当然啦 哪一桶水哦,我拿给你看 这一桶 喝下去了 喝下去了当下我就觉得奇怪怎么很苦一样 我素起来真的是苦 我去吐掉 然后后来也被我家里律师证实了 我爸的确有做这件事情 真的 亚洲国家太保守了 但我去台湾人很懂耶 有些时候不给你们一些比较 Hard Lessons 你似乎就觉得我还是给你看我的笑容 你家人为什么要放浮水 只有我再出来讲这一句 我爸放浮水是在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 请问这是对我好 还是什么 你这下 假要是假新闻 全部都把它PO上去 假新闻再出来我一一到 3D新闻你最好给我撤掉 新闻你再给我胡说八道 还牵扯我前面我试试看 我最讨厌什么 动我身边最亲近的人 前面还是说 先跟大家讲一下 目前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各种非常奇妙的新闻 我个人建议啊 别太听新闻的话 听市主的话比较准备 我以为是我亲其假 我跟屋主刀先过去 就这样 哦 擅闯民宅那件事 我已经用屋主刀了 所以 这件事已经很早就解决好了 所以大家可能不担心 我爸跟我妈 控制了很多新闻媒体跟警察 所以你们要小心 别被新闻诱导 我妈 跟我爸 我妈太爱我 所以很常做一件冲动的事情 想要怪罪在其他人头上 我爸 我已经难得跟他说话 他 他太夸张 对我家人很 我就失望 没有 我没有讨厌我妈 我只是对他很失望 我还是很害他 我爸 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我妈讲一些 根本就不是事实的话 然后我跟她讲说 叫她不要再吸引这些关注 今天出门之前 我就已经跟他讲说 这个人出门 不要再吸引这些记者 新闻媒体关注 结果呢 为了保护自己的小孩 把这些话题 把这些事情 又再端出来 让新闻媒体炒作 你以为我喜欢这些炒作吗 我是经历过像地狱一样的地方 然后再回来 然后我觉得自从我回来台湾之后 我就感受到很多底力 到底是要我怎么爱这个国家的人 让我在体验这一切 我知道很多人现在很愿意支持我 却我很开心 但我对我妈 我真的蛮失望的 资深艺人孙鹏 与狄英的独子孙安佐 日前被曝在泰国护麻 私闯民宅有事 家庭关系也陷入紧张状态 狄英甚至放话 要和孙鹏离婚 孙安佐二日一早现身受访 精神仍有些恍惚 他说已经和妈妈和解 但仍不满爸爸在背后 做许多偷鸡摸狗的事 例如偷偷给他喝拂水 人在台东拍摄大爱心系的孙鹏 也透过经纪人回应了 孙鹏表示 不好意思 家务事占用大家时间 由于我现在正在拍摄工作中 请给我们一点时间和空间处理 之后会再跟各位说明 谢谢大家关心 这一开始是 我告诉你下谷是怎么下的 好不好 我只讲一遍 不要再问我这个人 首先他把我绑在床上 给我施打一些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药剂 应该镇定剂啊什么的 再给我吸一些不免气体 一样 旁边隔着一个布点 推进来一个 不知道几岁的老头一样 所以类似像那种 能量转换的 事情 回家 详细之后再说 好啊 所以每次回想起来都不太好一样 然后我才刚起来 所以你就想像你的早上起来 7点50起来 忙了 哦 我一定要跟大家见面才行 一定要教大家事情 每天如果不做一些 建设性的东西 我自己也没办法放松 你就想像我是有一个 PTSD的患者一样 然后前几天才有两台大卡车 又想去某沙巴撞 在台湾 从来都不知道我自己的国家 可以让我 PTSD又更恶化一样 单纯是这样的 应该对大家有什么 第一 我觉得我妈开心就好这样 我爸的确是在背地里干的蛮多 我觉得蛮BOLSHARE的事情这样 所以我真的对我爸蛮无言的 而且他是那种 我问他 他还会 不承认的那种 所以 所以 例如偷偷把 我的 哎呦 好啦 好啦 反正浮水的事你们都知道 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 他把我房间里面的水全都放一堆苦水 然后那个苦水喝起来有够苦的 然后我去问他有没有这件事情 都当做没有 这只是其中一件而已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我不太想讲 毕竟他还是我爸 嘴巴 拜托不要偷进摸口干这种事情 你有种 你好歹 你也跟我说吗 对啊 对吧 他爸问你有拼我把他喝 对 这没办法 刚来一天就不想 对吧